大家好,朴祝宏事件又有了新的消息,与大家分享一下。 朴祝宏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财产问题,而是朴祝宏1993年生的女朋友的问题而引起的。 女朋友目前是朴祝宏居住在上岩洞公寓的名义人,这公寓本来是朴祝宏与母亲共同名下的房产, 但是去年以买卖的方式过呼到了1993年生的女朋友名下。 母亲因为朴祝宏说要卖,所以将印章交给了她,但是没想到是真的成交了。 然后去年过年的时候,朴祝宏说本来要将女朋友介绍给家人们,但是因为一些事情没能进行, 所以在那之后,与朴祝宏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,从6月开始两人的关系就完全分裂了。 朴祝宏之后从父亲那里拿走了法人存款, 8月朴祝宏哥哥将转账用的认证书等等交还给了朴祝宏。 关于哥哥的女儿儿子是有10%公司股份的那部分呢,是因为有利于结税才那样做的。 对于哥哥的女儿儿子有10%的公司股份的这一部分呢,朴祝宏也是这次才知道的。 亲哥哥的主张就是没有侵占财产,没有挪用公款,公司所有的存款,也就是钱,现在都在朴祝宏的手里。 这所有的矛盾都不是因为财产引起的,而是因为家人反对1993年出生的29岁的女朋友引起的。 在这里最让人想不明白的是,不知道为什么朴祝宏的哥哥一直强调女朋友是1993年出生的这么私人的问题? 难道是因为朴祝宏是1970年生的52岁,女朋友是93年生的29岁,说两个人的年龄相差的有点多,所以就想要抹黑朴祝宏的形象吗? 一位自称是朴祝宏亲哥的朋友的网友也在网上留言,我对朴祝宏家很熟悉,她现在并不是身无分文,她有很多房产,然后朴祝宏还经常去海外旅游,去夜店,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要花很多钱。 整个事情都在说,到今天一直都在说朴祝宏被亲哥骗了100亿,并没有说他身无分文,对整个事情的重点是朴祝宏的亲哥, 侵占了朴祝宏的出演费、合约金,挪用了公款,还擅自使用公司信用卡的部分,以及所有收益都是来自朴祝宏的出演费的法人公司。 朴祝宏竟然没有一点股份,100%都是由朴祝宏亲哥给一家人持股的部分,而不是朴祝宏的私人生活。 可能是朴祝宏亲哥或者是这位网友以为,这样爆料朴祝宏的私生活的话,风向可能会有所改变,没想到反而出现了反效果。 另外还有报道称啊,朴祝宏亲哥一家潜逃在美国,真实情况是他们只是至始至终都在首尔。 韩国网友的留言是这样说的啊,让你还钱,你为什么说些没有用的私生活,去海外旅游,去夜店乱花钱,就可以侵占别人的财产吗? 一直强调九三年生的也很不对,快三十岁的人不行吗? 如果真的是堂堂正正,不应该要跟朴祝宏见面解开误会吗?为什么一直躲避呢? 看了亲哥哥的反驳,更确信是他们做错了,赶紧还钱吧,骗了弟弟三十年,最近朴祝宏才把公司的存款等拿走了,却好像说的是从一开始,是公司所有的资金都是朴祝宏管理一样。 想介绍你朋友因为一些事情没能进行,那不就是因为你们拼了命的反对造成了吗? 目前一心想要抹黑朴祝宏的亲哥不一样,朴祝宏是在提交诉讼之前,只向亲哥主张了自己打拼了三十年应得到的部分,关于挪用公款等部分将不会追究。 但是亲哥始终都没有接受,没有回复,朴祝宏只好依靠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这件事。 这件事,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云里雾里,而我们只是个吃瓜群众,对于这件事是真是假,还是在炒作,其实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,只是娱乐罢了,不要看得太重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aki幕 李宗盛